MING PAO TORONTO 著名的第一身射擊遊戲Halo又有新作推出 不過今次就不是Halo 4 而是Halo 3 ODST 今集的故事將會是第二集和第三集中間發生的劇情 而遊戲的主角將不會再是大家熟悉的士官長 而是特種部隊ODST的其中一名士兵 在預往的FPS遊戲入面 很多時敵人的AI都會被人覺得很機械化 不過今集遊戲的敵人AI做得非常聰明 它會因應玩家的情況而作出不同的攻勢 很刺激 今集遊戲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它新增的Firefight模式 在這個模式入面 大家會與其他三名玩家一起在戰場上合作戰鬥 今集的遊戲以一個普通的士兵身份來進行遊戲 比起玩家更加強的真實感 加上今集遊戲也有新的劇情和新版圖 喜歡FPS遊戲的朋友一定不開錯